嗨,大家好,我是龙女之声 前不久呢,我做了一个关于蝙蝠的一个公益视频 因为感谢各位粉丝的支持 所以说呢,这期视频的播放呢,已经达到了180多万 而且呢,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 我也将屡向我的承诺 将这批视频的收入呢,全部捐给武汉灾区 这个视频的收入呢,已经达到了5482块08元 B站的提现规则是,这批金额超过800块之后呢 多余的部分是要交纳20%的税的 它多余的部分呢,是4682块钱 当它乘以0.2的时候呢,就是936.416元 这是我们需要交的税 当交过税之后呢,这批视频的收入呢 就剩下4545块了 因为这个播放量肯定会稍微再涨再涨再涨一点嘛 所以说,为了现在催人很流行 为了方子有人说什么 龙女之声骗粉丝钱怎么怎么着 所以说呢,我往里面再加这个500块的资金 但是这个500块我会没有仔细算哈 得到人家结果呢,是5045块6毛6分4 我会把这些钱呢,全部捐上给武汉大学的深圳校友会 为什么要捐上给他们呢 不是因为我是五大毕业的 我五大这么好的学校考不上 我为什么捐给他们呢 大家一期里也都听着 我也不说了,大家都清楚 因为如果你捐给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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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 可能那个钱呢就不得去向了 所以说呢,而且呢,我在家呢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说这个用微信捐一点会比较方便一点 当然呢,这批钱呢不是我捐的 而是各位粉丝捐的 一个呢是没有各位粉丝的 这个视频是不会有这么高的播放量 第二个呢,虽然这5000块钱不是让很多吧 但是我一个月只能跟4个视频 4个长视频 而长短视频的收益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4个视频只能给我带来2000多块钱 3000块钱左右的收入 这5000块钱虽然不多 但是也相当于我一个多月的收入了 希望这笔钱能够早日送到灾区一五元的手中 多给他们买些设备 也不给大家说这么多了 毕竟我是一个不擅长延迟的人 感谢大家对龙女之声 以及对武汉灾区的支持 谢谢你们